各位网友大家好 现在是2023年10月16号 晚上10点 我还是在旅途中 在山西洋全 北京呢召开一带一路的峰会 那么我这种稍而不移的人呢 应该这个配合国家把这个会开好 是吧 不让党和国家操心 于是呢我就出来 然后呢当然也还有我自己的工作 现在我们继续听老普读书 晚年周恩来 作者高文谦 明镜出版社出版 这应该是第55段的像 之所以会出现又出现一个像 这个不是我自己有意的 而是因为我这个手机容量不行 256G的容量呢 我又不会操作 所以说呢一小时就满了 然后导致微信不能使用 删照片删其他的东西 就用了大概一小时 好容易恢复呢 也有别的事情 所以没有能够继续读下去 那现在呢这个 这个我们接着读的这个是 晚年周恩来第十章 周恩来之死与毛泽东时代的终结 这段是第55段的像 我接着读 大概需要25分钟到30分钟 希望这段时间呢 容量还能够 也不至于被来电打断 谢谢啊 三四月间 在张春桥姚文元的布置下 全国各地报刊 在学习 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旗号下 连篇累读的 刊载骨吹 打土围子 和反经验主义的文章 按照统一的口径 对周恩来释放明强案件 人民日报一把当先 在社论中照搬江青的说法 称十多年来的事实证明 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助手 上海解放日报 遥相呼应 发表以周为剑法的文章 说他们轻视理论学习 最新于无原则的实际主义 满足于没有远见的事物主义 以自己的局部经验 指挥一切 而不肯听取别人的意见 恰恰是这些同志 自觉或不自觉的 成了亡明教条主义的合作者 江青一干人 拿反经验主义的题目 向周恩来开刀 是经过一番考虑的 其一射马秦王 他们很清楚 尽管周已经重病缠身 但仍是党内元老派 营美中的核心人物 世界人大的阻隔之斗中 他们之所以打了败仗 在很大程度上 是和周在幕后传真引线 出谋划策有关 因此 非要抱着一箭之仇不可 其二 江青等人了解 毛泽东对周恩来 邓小平二人的态度是不同的 毛眼下 对邓正好有好感 而对周的不满和戒心 则由来已久 根深蒂雾 因此集中火力打周 大概不致引起毛的不快 其三 在批砖来经验主义的同时 又可以给邓小平点颜色看看 用经验主义这块石头 砸向他搞整顿 所依靠的党内军中老干部 就是邓本人也难逃干系 因为邓小平当年在延安整风中 虽然被列为毛派 但他是靠实干起家的 并没有什么理论 这便是他们的如意算盘 但是江青一干人 搬起反经验主义的石头 却砸了自己的脚 他们没有料到邓小平会从半路杀出来 和他们叫朕 如前所述 邓小平为人处事的风格 与周恩来大不相同 在政治上没有周那样的隐忍功夫 但也不像他那样 瞻前顾后临时而去 而是处事果断 喜欢单刀直入 周邓二人的个性虽说完全不同 但对很多问题的看法上是相同的 两人的治国理念都比较务实 主张应以经济建设为国家首要任务 在整治文革乱局上更是不谋而合 在这种情况下 邓小平虽说很清楚毛泽东是想让他在政治上挟制周恩来 但却不太愿意为毛当枪使 经过风庆伦那场风波后 他发现自己的政治处境也很险恶 与周恩来同病相连 江青为首的文革派一干人也同样不会放过他 相反大使周恩来暗中相助 为他主持公道 对此邓心存感激 再加上周为人宽厚容易相处 能够团结人一道工作 所以邓在复出后很快便在政治上靠向周恩来一边 对江青一干人大批经验主义的图谋 邓小平看得很清楚 虽然目前首当其冲的是周恩来 但他们要打倒的目标绝不仅仅是周 而且还包括他本人在内的党内军中的一大批老干部 如果任由他们搞下去的话 下一步就会劈到他的头上来 而且刚刚开始的整顿工作也会夭折 因此不能坐视不理 为此邓在政治局会上带头抵制了江青嫡图的讨论反经验主义的问题 并针对他私下找人谈话的活动 一语道破他用心所在 这很明显是在政治局一个一个动员反总理 不过邓小平在抵制江青反经验主义的问题上 还是有些投鼠机器 因为江 张等人批经验主义 是他毛泽东说过的话 当党建牌 邓小的这是江青惯用的手法 与其让他们拉大旗做虎皮吓唬人 不如索性捅破这层窗户时 直接向毛本人反映这个问题 请他来做最后裁决 当然邓小平做的还是很策略 并没有专为此事去打扰毛 而是借4月中旬陪同毛会见金日成的机会 以请教问题的方式 当面向毛反映了江青 张春桥等人 近来大反经验主义的情况 表示不同意这样搞法 邓小平这一手 立刻让江青一干人露出马脚 同时也给毛泽东出了道难题 四届人大后 一直在为维护文革的权力布局 煞碎苦心的毛 见人事安排有了着落 多少放了一点心 因此对江青他们这样不顾大局的搞法 很不高兴 前面已经说过 毛本来希望江青和邓小平 能够在他所设计的左派抓革命 右派促生产的格局中通力合作 至少相安无事 共同来确保文革大局 但江青却不听招呼 擅作主张 不断惹出事端 开罪邓小平 让他的打算一再落空 连一天舒心的日子也过不成 这让毛感到十分头疼和恼火 暂时另一方面 江青一般人马又是毛泽东 在政治上维护文革所依靠的中间力量 目前正是需要他们发挥作用的时候 所以不好过分打压他们的积极性 要是换了别人这样搞 毛早就不会答应了 实际上 毛很清楚江青他们打着他的旗号 推经验主义的用意 也是为了贯彻维护文革的意图 以此来对付党内外的翻案复辟势力 不过选错了题目 打击面太大 如果仅仅是涉及周恩来一个人的话 那还好说 现在伤害到了党内军中的一大批老干部 闹到连续要在政治上刻意拢了的邓小平 都出来告状 就不能不管一管了 在这种情况下 毛泽东决定出面干预 制止江青他们批经验主义这种不策略的搞法 4月23日 他对姚文元报送的新华社 关于报道学习无尘这些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 或者批示 提法四应提反对修正主义 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 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 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 不仅如此 关于在政治上作戏的毛 为了化解人们对江青的怨恨 还在批示中不点名的敲打了江青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 有些人自以为懂了 其实不大懂 自以为是 动不动就选人 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毛泽东的表态 给了一心想在政治上夺回主动权的江青 一干人泼了一瓢冷水 我插一句 我发现高文前老师特别愿意用 一干人这样的一个说法 江青一干人 林彪一干人 是吧 很多很多的一干人 我不习惯用这种做法 毛泽东的表态 给了一心想在政治上 夺回主动权的江青一干人 泼了一瓢冷水 陷入被动的处境 周恩来逐渐淡出政坛后 改由邓小平领军的党内元老派 马上抓住机会展开反击 4月27日 在中央政治局讨论贯彻 毛批示精神的会议上 叶剑英 邓小平带头向江青开炮 绿数他近年来所犯的错误 除了批他 在这次理论学习中大反经验主以外 还联系到他屡次违背毛的指示 另搞一套的问题 其中包括在1973年11月12月间 政治局扩大会议上 批周恩来提出的 批周恩批周时提出这是第11次路线斗争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搞三箭七发 与其在政治局内部搞宗派活动的问题 叶邓二人的发言 词言色力 具具切中要害 让多年来总是批惯了别人的江青 也领教了IP的滋味 邓小平叶建英在会上展开的反击 完全出乎党内文革派的意料之外 江青更是觉得下不了台 不过他还算沉得住气 因为邓叶是打着贯彻毛泽东批示的旗号 批他的 所以只好硬着头皮听下去 会上江青借口自己正在发烧 还得再消化一下 只做了一个轻描淡写的自我批评 扶衍了事 会后 江青立即向毛的秘书张玉凤诉苦 倒打一耙 说4月27日的政治局会议是在搞围攻 是1970年庐山会议的再现 希望毛能出来替他讲话 不仅如此 江青还指使王洪文 以会议主持人的身份 向毛泽东报告他在会上遭到围攻的情况 而且受益他挑动毛的文革心结 把邓小平叶剑英和周恩来往一块打 最后 王洪文按照江青的意思 在给毛的报告中 指周恩来是这件事的幕后主使 说叶邓集中攻击了江 把江一棒子打下去 所涉及到的问题 都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和批林批孔 九十两次路线斗争联系在一起 从会上的情况看 攻的最凶的是叶还有邓 但估计叶是给人当枪使的 然后 王洪文把话锋一转 将矛头指向周恩来 说周等人总是把形势说得一团漆黑 支持纵容社会上最凶的谣言 邓出来后 没有像样的讲过一次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这场争论实际上是总理想说 而不好说的话 由叶邓说出来 目的是翻前年十二月会议的案 后来的事实证明 王洪文这番话确实说中了毛泽东的心病 如果说在半年前的长沙告状时 毛还对这类指控不大相信的话 那么现在毛的态度则有了改变 不仅开始听进去了 而且对邓小平和周恩来 在政治上合流的苗头大为警觉 实际上 毛本来就很注意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 尽管他在付出前曾保证过永不翻案 但毛在骨子里还是将信将疑 后来之所以决心让邓重返权力核心 主要还是出于在政治上防范协制周恩来的考虑 现在周、邓二人靠得很紧 这不能不让毛疑心大起 在毛泽东看来 这次邓小平和叶剑英 在政治局会议上联手批江 来势汹汹 口径一致 背后显然有名堂 事先私下进行过串联 而且如纸皮江青反经验主义的问题 倒也罢了 又把前年批周的事翻出来 公开为周恩来打包不平 这样一来 就不能不让毛有所提防 因为邓若是真的一头倒向周那一边的话 非但自己原来以邓制周的打算落空 而且党内外的复辟势力将如虎添翼 对毛来说 这真是旧病未除又添心病 无论如何也不能等闲适之 不过 毛泽东不愧是个惯于在政治上玩弄全毛的老手 并没有马上采取行动 他还需要再看一看 为此 毛在表面上不动声色 暗中 在密切注意邓小平的一举一动 看他如何表现 与此同时 毛还欲擒故纵 继续捧邓压江 在政治上迷人眼目 并表态支持政治局会议对江青的批评 随后又指定邓去带王洪文来主持 批江的会议 让他给他充分表演的机会 5月3日深夜 毛泽东在中南海的寓所游泳池 召集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 解决政治局内部在批经验主义问题上 发生的对立和争执 他一开始便向张春强道歉 把放过批经验主义的责任揽了下来 称我自己也犯了错误 春强那篇文章我没有看出来 接着毛泽东话锋一转 重提王明教条主义 统治党的那段历史 在批评江青义干人 只恨经验主义 不恨教条主义的同时 也没有放过经验主义 当众接了抓来当年 跟王明误陷走的老底 更为老辣的是 针对引人成型的周邓联盟 毛泽东在扁诺的同时 又刻意捧邓拉邓 大讲当年的中央苏区时 邓小平和他一道安整的那段经历 称邓是毛派的代表 这样既可以理解周邓两人之间的关系 又可以在政治上摆迷魂阵 麻痹邓小平 让他充分暴露毛泽这部分谈话的内容如下 你们只恨经验主义 不恨教条主义 二十八个半统治了中国四年 统治了四年之久 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 吓唬中国党 凡不赞成的就要打 接着毛泽东点了经验主义 当年配合教条主义的问题 当众指着周恩来说 你一个朱德一个还有别人 主要是林彪彭德怀 我讲完来朱德不够 没有林彪彭德怀还没有力量 林彪写了短促突击 称赞华夫也就是李德 称赞华夫文章反对邓毛谢骨 就是邓小平 毛泽谭 谢维俊和古白 这是这个当时反邓毛谢骨 说到这里 毛泽东用手指邓小平说 邓是你 毛是毛泽谭 谢是谢维俊 古是古白 其他的人都牺牲了 我只见过你一面 你就是毛派的代表 谈话中 毛泽东还不做姿态 当众敲打了江青一顿 说我看江青就是一个 小小的经验主义者 教条主义谈不上 要他不要再搞私人帮 不要个人自作主张 以个人的名义送财量 到处发号施令 同时表示 我看问题不大 不要小题大做 但有问题要讲明白 上半年解决不了 下半年解决 今年解决不了 明年解决 明年解决不了 后年解决 赵恩来是抱病感气 参加毛泽东召集的 这次谈话会的 在批经验主义这场风波中 他无法置身事外 虽然人在医院 却对外界各种动向 一清二楚 这件事刚一出来 周就看出江青等人的图谋 在医院里 不断和邓小平 叶剑英等人 交换意见 商量对策 并和能够接近 毛泽东的两位小姐 王海荣 唐文生常谈 不过为了避嫌 他有意回避了 4月27日的政治局会议 应该说 周恩来是与会者中 对毛泽东为人了解 最深的一个 所以说未必 马上就揣摩透 毛这番谈话的全部含义 却并没有因毛 下令政治局开会批评将清 而对形势过于乐观 相反 还心存忧虑 这固然是和毛在谈话中 重提当年的老丈 有关 为此周氏心情沉重 身为不安 这一点下面还要谈到 更主要的 还是因为他深知 毛江之间 那种在政治上 难解难分的关系 在他看来 毛这次最后当众 批评了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 对于形势 似乎对于形势 十分有利 但实际上 不过是白白样子 应付一下党内外的舆论 并不想真正解决问题 最多只是想稍稍约束一下 他们而已 此外 周恩兰也非常了解江青的为人 知道他一触即跳 根本听不得一点批评 因此 批江这出记很难唱 其中的分寸和火候 十分不容易掌握 只要稍一过头 形势就会逆转 当年那场大闹怀仁堂的风波 就是前车之剑 当时党内军中的老总们 也是借着毛泽东批评 中央文革的东风 而在政治上展开反击的 结果就是因为没有参透 毛和江青两人之间 政治夫妻的关系 一朝不慎 满盘皆输 激进全军覆没 最后只剩下周一个人 在台上苦斗 为此周恩来不能不有所提防 为防止过犹不及 周恩来决定 亲自出马 按照毛泽东所定下的调子 为批评江青的政治局会议 所先必要的准备 把批江严格限制在 毛所定的口径之内 在政治上站门脚跟 避免跑偏走火 在散会后 他首先和邓小平交换了意见 之后提议 现在政治局常委小范围内 谈一下 研究如何贯彻 毛五月三日的谈话精神 与此同时 他花了两天时间 起草了一份 学习毛泽东 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 和中央政治局工作 和首期问题的意见稿 毛泽东关于理论 毛主席关于 理论问题的指示 后来应该说呢 可能跟 这段是我说的 后来应该说的是 可能跟无产阶级专政下 继续革命的理论 大概是一回事 在我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呢 1975年 小学四年级 1975年 1976年的小学五年级 在我们教室的墙壁上 都写着毛笔字 就是毛主席语录 比如三要三不要的原则 什么列宁是批判小生产 是自产阶级产生 自产阶级萌芽 是吧 还有呢 这个 一些这个 反击右侵犯案风的 这样的一些语录 那么 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 和后来反右 反击右侵犯案风 批判邓小平 这些事情 我都是比较 比较明白 那时候都记事 都上小学 但是不了解 为什么这个样子 为什么这个样子 当时认为邓小平 被打倒 1976年 是第11次政治入行 政治斗争 第11次路线斗争 那么接着读 周恩来的这份意见稿中 先谈了一通 对文化大革命 批林批拱 反修 方修等问题的认识 并按照毛谈话的调子 给经验主义 戴上了一顶 修正主义的帽子 然后才点出正题 说近年来 强调反修正主义的一项 经验主义 放过另一项 教条主义 有些地方 甚至连反修正主义 都不提了 这不能不是一个错误 报纸全国转载 清样有失转职各地 军队报告发至下层 这不能不引起 一部分地区 部队和一部分机关 学校弄得争论不休 或者年老干部 又不敢负责工作 因为有文章上说 资格老 能打仗的人 就有背上经验主义包袱的 这就刺激成百万的人 对于教育他们不利 除了担心 邓小平和江青 这两个钢铁公司碰到一些顶牛 最后收不了场 周恩来在表示 拥护毛泽东 有错误的 要有自我批评意见的同时 又有意识的 把邓本人抬出来 引用他的话说 愿自我批评的就说 说多少都可以 不说也可以 不要强人所难 意见稿还针对江青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 擅自以个人名义 到处写信 送财了的问题 以对视不对人的方式 对政治局的工作 手续问题 做了若干规定 在贯彻毛泽东 5月3日谈话精神的问题上 周恩来虽然调子不高 但抓的却很紧 5月4日7日 他连续两晚从医院出来 到人民大会堂主持 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五人会议 讨论在政治局范围内 贯彻落实的问题 为慎重举荐 会上花了不少时间 逐字逐句 核对笔记 确认毛的谈话内容 这一方面是由于 毛泽东患病的缘故 主管咽喉部位的 运动神经细胞逐渐坏死 导致口识变得 含混不清 再加上口音很重 所以很不容易听懂 另一方面 就是因为毛在谈话中 账官礼贷 把本来是在 姚恩元的文章中提出的 批经验主义 说成是张春桥的文章 而又没出点 没有点出 张在全军各大单位 政治部主任 座谈会上的讲话 也讲了同样的问题 这就给了张春桥 为自己辩护开脱的机会 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建议邓小平即将出访法国 会议最后确定 带他回来后 在召开政治局全体会议 讨论贯彻 毛5月3日 谈话精神 由王洪文负责通知 准备 王洪文本来就对 这次IP想不通 满腹牢骚 在他看来 他们批经验主义的 大方向并没有错 无非是借机 打敲打一下 那批对文革心怀不满的 党内军容的老家伙 但叫人琢磨不透的是 毛泽东竟然表态支持他们 不知其中暗含着什么玄机 不过他对毛 不想小题大做的用心 还是能够体会出来的 特别是毛在会后 把他本人4月23日 对新华社报告的批示 压了下来 决定不公开发表 并要王洪文向政治局常委 传达这一意见 这更让王觉得 这是毛在设法保护他们 于是王洪文便有意拖延时间 迟迟不向在京政治局成员 通知准备开会的事情 想让事情不了了之 但是王洪文打错了算盘 毛泽东虽然不想小题大做 但必要的过程还是要走的 特别是此举还有借机 观察邓小平动向之意 当他得知王洪文一直拖着不外 直到崔问时才赶紧做了布置后 大为恼火 传话批评王洪文 直到批评王不让他再主持 批评江青的会议了 不仅如此 毛还大摆迷婚战 明知周邓两人走得很近 却有意把周恩来找台商量 推出批江的会议 改由邓小平来主持 既试探周的态度 又把邓放在炉火上烤 给他充分表演的机会 对此 周恩来自然乐得顺水推周 因为这意味着毛泽东 已有新的考虑 王洪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名义 大概也就到此结束了 而这个位置正是兵家必争之地 不过周恩很老道 不想过于显露他的政治倾向 以免招致毛的遗迹 他没有对事情火上浇油 反而初一来为王洪文缓念 在随后写给毛的报告中 把责任揽了过来 说对主席这样重视的会议和指示 我们处理这样迟缓 报告又这样不及时 责任完全在我 不过周恩来的四人帮中 摇额猫善的张春桥 却没有手下留情 因为他才是批经验主义这件事的 真正祸首 5月21日周写信给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 通知通报日前常委讨论的情况 信中针对张春桥 企图钻毛泽东谈话的空子 不想认错的问题 在说明事实经过的同时 点出了他对挑动批经验主义 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他这样写道 关于弄清当时没有听清楚问题 主要是文章中提到 主席在1959年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时提到 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 是在文员同志文章 不在春桥同志文章中 3月份解放军报 人民日报两篇社论 也是根据文员同志文章引用的 小平同志也说 他向主席请教的是指春桥同志 在总政3月1日召开各大单位主任 座谈会上的讲话 邓小平月后再次批准 当时还提到江青同志 在政治局会议上 正式提出了这个问题 这在各大军区政治部 向总政反映讨论情况的 三四月份电报中可以看出 周恩来在信的末尾写道 提议 现在政治局既开 政治会讨论主席批示和指示 我已请洪文同志向会议上说明 现在普报如上 如大家同意 疫情将此报告转成主席一页 张晨桥对周恩来把他的问题当众端出来 非常不满 但又无可奈何 正好转弯抹角 语中带刺的表示 总理的信 有些话不确切 但我不反对报主席 对此周一改一贯西式宁人的态度 几天后又写信给张晨桥 驳回他所谓 不确切的指责 指出张批经验主义的思想由来已久 早在批林整风期间就已经流露出来 提议将毛泽东当年批印的经验主义 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小词点 重印一批下方 在这次理论学习中 更是走到片面强调经验主义的危险的地步 周恩来的信的末尾表示 我这段回忆的文字 不知是否较为确切 如果仍不确切 请你以同志的坦率 勾调重感 或者批回重写 我绝不介意 因为我们是遵守主席实时求是 和三要三不要的教导的 在事实面前 张春桥只好表示 不再改了 根据毛泽东的决定 5月27日和6月3日 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 对江青等人进行批评帮助 会上邓做了主要发言 围绕自1973年以来 江青等人多次领表一套 以及拉帮结派 搞小圈子等问题 提出严厉的批评 甚至拍了桌子 应该说 以邓小平的精明 并非不知道 毛泽东下令召开皮疆的会议 在很大程度上 不过是在做做姿态 但他还是假戏真唱 狠狠地敲打了江青一顿 这除了他当时自视有毛的支持 对形势有误判以外 这一点下面还要谈到 主要还是想借此 打掉江青的气点 为他推行整顿 排除阻力 创造条件 当然 邓小平在批江时 还是尽量注意在政治上 站稳脚跟 掌握分寸和火候 把文章坐在批他 违背主席指示和令稿一套上 而且 即便是在质问江青 令稿一套的三件事 替周恩来 月见英 讲话时 也还是 严格按照 毛泽东所定下的调子 称 周 周夜修正主义路线 邓小平在发言中这样问道 倒是要提一个问题 三件事 批周夜修正主义路线 当时钻出一个11次路线斗争 这不是主席的 后来主席纠正了 批林批鼓 又钻出个批斗走后门 学理论是反修防修 又钻出个主要危险 是经验主义 倒是要问一问 这是为什么 你们批总理 叶帅 无限上纲 提到对马列主义的背叛 当面点了那么多人的名 来势相当猛 别的是不那么雷厉风行 这件事就那么雷厉风行 对于这些事情 不讲明白 没有好处 没有什么过头的 在邓小平带头发言后 与晖的政治局委员 对面 对面对面的批评江青 多有顾虑 发言并不踊跃 即使发言 也是多从正面 谈个人对毛泽东 谈话的理解认识 没有人敢像邓那样 捅江青这个马蜂窝的 6月30继续开会时 甚至一度出现了冷场的局面 后来 还是叶剑英 出来打破了沉默 做了一篇 有分量的发言 呼应邓小平 对江青的批评 指出 四人帮的宗派活动 有害党的团结 甚至会走到 分裂党的地步 迫于形势 王洪文在会上 不得不做了一个 言不由衷的检讨 承认自己长沙告状 干扰了主席 在政治局内部 不能团结 多数人一到工作 有宗派情绪 但坚持认为 批州的1973年 12月会议的大方向 没有错 绝不能因为 批江青所提出的 11次路线斗争 就否定这次会议 江青才表示 对问题还得消化一下 再做进一步的检讨 主持会议的邓小平 随即适可而止 表示 讲多少算多少 提议散会 这样的批评帮助会 确实打掉了江青不少威风 虽然还远远比不上 文革中批斗会的火药味 但对于一向斗惯了 别人的江青来说 却已经受不了了 他感到很委屈 因为在重大问题上 他一向都是贯彻执行 毛泽东的意图的 现在却为此背黑锅 说到邓小平 叶剑英这批 对文革身怀不满的 老家伙的围攻 这样江青心里很不服气 第一次批评会刚开过 他就跑去向毛诉苦 说这是邓对他搞突然袭击 进行反攻倒算 他在会上答应写检讨 不过是缓兵之计 实际上是想蒙混过去 私下求助毛保他过关 然而这一次毛泽东 却没有松口 坚持让江青写出书面检查 毛其中的心思 在四人帮中 大概只有张春桥 还能多少体会出来 他在检讨中说 主席关于不要搞私人帮的指示 一定要坚决照办 并尽可能的做好团结工作 至少不给主席增加负担 不过即便是像张春桥这样 功于心计的人 对于毛泽东的用心 也还只是知其一 不知其二 没有看出毛这次做的表里文章 一时二鸟之际 在安抚那些对江青积怨甚深的 党内军中老家伙的同时 故意在政治上麻痹邓小平 让他充分表演和暴露 实际上 经过对这次披江会议的观察 毛泽东对邓小平所表现出来的 强势作风 十分担忧 已经看出邓如果在他身后 搞犯案的话 是没有人能够管得住的 在这一点上 邓小平比周恩来更加令人不放心 大概直到这时 毛才意识到重新启用邓小平的失算 陷入了请神容易 送神难的窘境 不过毛泽东是个玩弄全谋的老手 他虽然也在骨子里 对邓小平一律重重 在表面上却不露声色 继续对他表示信任 而且还进一步委以重任 让他接替王洪文主持中央政治局的日常工作 存心把他放在炉火上烤 政治局会议结束后 毛特意让江青登门拜访 找邓谈心 他本人也找邓谈了一次话 肯定政治局会议对江青等人的批评 说我看有成绩 把问题摆开了 他们几个人过去有功劳 反刘少奇 反林彪 现在不行了 反总理 反你 反叶帅 现在政治局的风向快要转了 谈话中 毛还一再鼓励邓海平要把工作干起来 甚至表示 我准备找王洪文谈 叫他找你 听你的话 邓则表示自己有决心干好 但反对的人总是有的 最后毛雨在玄机的 回赠了邓两句 木秀鱼林 封闭催之 仅仅两三个月后 这句话的真正含义被应验了 在毛的一手策刑画下 邓小平在政治上第三次被打倒 不过 要说邓小平完全没有预感 也不尽然 他知道事情并不那么好办 在政治上有很大风险 用他本人的话说 主席是要把我放在刀刃上 主席是把我放在刀尖上的 然而平心而论 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 邓小平对整个形势 还是做了显而易见的误判 被毛泽东刻意营造的假象所麻痹 更多的看到的是毛讨贤江青 同时倚重他来扭转文革败局的一面 而低估了毛江 这对政治夫妻之间难分难解 荣损与共的关系 更糟糕的是 邓小平并没有看出 毛泽东在政治上对他的戒心 此刻正在有意把他放在炉火上烤 以致在主政后 不知道借急用人 稳扎稳打 而是急于事工 结果过早曝光 导致政治上的大翻车 后来 若不是因为毛 很快就要撒手归西 历史又给了邓小平一次机会 中国现代史 或许就要重新改写了 相形之下 周恩来对毛泽东和江青之间的关系 揣摩得更透 手腕也更远通 从一开始 就得解决江青的问题 没存什么幻想 相反 担心的倒是过犹不及 因此 尽管江青带走大批经验主义 屡屡对他诋毁 中商 但周还是表现得极为克制 绝不从正面触动江青本人 顶多是拿张春桥开刀 在政治局几次开会对江青进行批评帮助时 周恩来 均告假 这固然和他的病情加重有关 但实际上当时还没有到卧床不起的程度 其中显然另有原因 那就是早已看到了毛下令开会批江 不过是故作姿态 根本无意真正解决问题 因此不想和江青撕破脸 预先为自己留下转环的余地 在对待江青的问题上 在对待江青检讨的问题上 更能看出周恩来的这种态度 6月28日 江青在拖了一个月之后 总算是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交出了一份书面检讨 其中 避重就轻 强调客观 尽量撇清自己 但还是承认了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 以及在另搞一套的三件事中所犯的错误 承认他无组织无纪律 自作主张 随便乱讲话 表示对不起恩来 建英同志 对此 深安政治上攻守制造的周恩来 立刻见好就收 率先表态 肯定了江青的检讨 在批语中 并没有一句直接批评他的话 而是用提希望的方式 委婉地进行了规券 说 今后政治局同志 凡于重大事 都要经过组织讨论 事先请示主席 遵照主席指示执行 认真深入学习 联系中国实际 在实践中 多听同志好意见 坚决改正 常犯的错误 政治局的团结 就会搞得更好 不仅如此 周氏还特意 把一些政治局委员 找到医院来 向他们打招呼 要他们适可而止 不要计较张江青的态度 注意团结他 一道工作 这是第十章的第一节 叫批经验主义 下半部分 也是第55段的下半部分 那么我们今天呢 就读到这 我慢慢网上传 谢谢大家